一個跨境司機幫僱主買一輛二手車時 誇大價錢、詐騙10萬元 被判監4個月,需要向事主存額賠償 33歲被告吳凱俊 早前承認一項代理人全謀意圖欺騙而使用文件罪 他被控在2018年幫僱主買一輛二手車時 與車行銷售員全謀使用一份車輛買賣協議 賣車行價發票,詐騙10萬元 裁判官隨意微指 被告製作虛假價錢牌、發票等屬於有預謀犯案 增加案件嚴重性 原本判監半年,考慮到被告認罪 出程減刑自然